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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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基本上如果你打完两针 我不知道你打哪个疫苗 辉瑞 辉瑞 辉瑞的成功率有95% 基本上你不需要在这个时刻做核酸的测试 除非你有症状 如果你没有症状 你不需要无端端去测试 现在这个学界还未正式有一个定论 打完两针之后 是否要去查看有没有抗体 将来是怎样呢 暂时未知 因为要查抗体的话 都是大费周章的 你想想 现在打疫苗的人 已经打了的有五千万的人 一点都不是少 五千万的人 就是说要查抗体 突然间要查几千万的人的抗体 是一件都挺吃力的事 我不知道当时 现在CDC会不会最终是真的要查抗体 不可以排除这件事 但是暂时还未有进一步的消息 可以告诉大家 我会建议你 我会建议你 要回去家庭医生 让他看一看 看看皮肤和你打疫苗有没有关系 但我觉得这个关系应该不是很大 因为通常如果真的对疫苗过敏的话 就全身都会出抗体 不会只是一个部分 有时候我们可能本身 那些皮肤出了一点点问题 那我们都未必一定 可以拉上疫苗的关系 所以我建议你回去 见到你的家庭医生 让他看一看 看看是否需要用药膏 对于下一剂的疫苗会不会有什么冲撞 打疫苗之前是否一定要做检测 答案是否定的 不需要做检测 最重要是看看你有没有症状 如果你打疫苗那天 你发烧 你不舒服 你咳嗽得很厉害 气速 那医生会说你不适合打疫苗 会观察一段时间先 看看你的症状是否继续维持 如果继续维持的话 你不单止不可以打疫苗 你要去做检测 看看你有没有感染到COVID-19 所谓非转型肺炎 新冠肺炎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症状的 OK的 你不用做检测 你都可以打这个疫苗的 没问题的 至于你说第二个问题 就是一个孕婦将会 所谓孕产 这个时候我建议 她暂时不要打疫苗 因为呢 现在CDC呢 仍未有指导 给一些孕婦 和一些小朋友 他们对于疫苗方面的注射 所以现在暂时 还未适合打疫苗 将来怎么样呢 我们要等候CDC的指导 我相信这些指导 很快会出来 尤其是现在呢 他们是在看一些儿科的注射 看看他们 是不是真的适合注射这个疫苗 因为两种的疫苗 暂时呢 一个是比16岁以上 一个是比18岁以上 所以呢 还未能够对儿童注射 不过我相信很快 不久的将来 CDC就会给我们一个指导 OK OK 发粉过敏的病人呢 是 一样可以注射 新冠肺炎的疫苗 是 没有任何的研究显示 他们两者是有冲突的 所以他们可以安心去注射 没有问题的 是没有影响的 没有影响的 不过 你最好呢 将这个资料呢 告诉医生 当他要跟你注射之前 你告诉他一声给他听 或者你呢 填那个认评方法的时候呢 同义书的时候呢 你最好写下 让医生呢 有一个警觉性 因为打完针之后 突然间 你呼吸有困难 或者突然间 爆了些疹症出来 医生都知道如何治理 这件事都应该告诉医生 的 似乎呢 你的皮肤为什么经常这么痕 有很多原因的 有些人呢 有些人呢 对天气改变 温度的改变 那些皮肤就可以痕痕了 或者有些人呢 他本身呢 有湿疹 很容易呢 有压力 他又会发作 但是呢 他们打这些疫苗呢 和那些皮肤的过敏 应该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他们照样可以注射这些疫苗的 没有问题的 通常呢 耳鸣呢 都有很多原因的 尤其是呢 在上了年纪的病人呢 有耳鸣呢 其实呢 都很普遍的 通常是因什么事呢 呢 耳鸣是因为呢 耳鸣的神经线呢 有些退化引起 很无奈的 有时候你看了医科医生 医病后科医生 他们都做不到任何事情 只能叫你 你没办法的了 回去观察一下吧 因为耳鸣呢 是一个 退化性的过程引起的 譬如 那个神经线呢 退化就会引起耳鸣 至于你说耳鸣 是不是跟你打了疫苗有关呢 我的感觉呢 是 觉得不关事的 我觉得你有足够的时间呢 去先看一下耳科医生 查一下耳鸣的原因 让耳科医生查一下你 或者他觉得 你的耳鸣的原因 根本呢 跟疫苗是没有关的 那等他呢 帮你查一查先 很多时候呢 就算我们有耳垢 在耳朵 都可以导致耳鸣的 很多很基本很简单的原因 都可以导致你有耳鸣的 或者药物的引起 有些人吃着压舌不灵 都可以导致耳鸣的 有无数无数 那么多原因 可以导致耳鸣 那我就会 将打疫苗的原因 放在很低很低 我觉得可能性呢 是很低很低 OK 但是我建议你 回去见一下家庭医生 让他介绍你去 建一个耳鼻喉 转科 查一下耳鸣 如果你说 对某些药物过敏呢 其实两种的反应 都是差不多的 没有说哪种 会被另外一种优秀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因为 希望呢 希望呢 可以维持有一年 好像一般的感冒针一样 可以维持一年 左右 但是我们真的不知虑 因为这件事实在太新 唯一要跟踪它 还有没有抵抗力呢 就是要不断去查 看看身体的抗体 还在不在 如果抗体还在 的话 就是还可以 是有抵抗力的 没错 可以 绝对是可以的 你 你喜欢打左手 今次你打 下次打右手 或者你打 下次打右边的屁股 一样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的 没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 大一剂 和大二剂 一不一样的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他们的疫苗是一样的 即是没有轻 没有分别的 即是大一剂不是轻一点 大二剂不是重一点 不是这样的 不是的 其实呢 那个免疫力 是 打多一剂 是令它更加增强的 那其实我也解释给别人听 有个人打你一拳 你不还手 他打你第二拳的时候 你真的很想还手 打他 对不对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打两次的疫苗 免疫力就会更加强 这个建议都不是差 挺好 我经常都叫病人 打完针 休息一下 喝多点水 如果眼睡的 早点上床睡觉 所以这个建议 不是差 可以的 好 没有 没有 通常呢 如果真的要查的话 起码都要给两个星期了 才查 才会比较中行一点 你不可以说打完针 第二天就去抽血 我觉得太早了 抗体可能都未形成 通常两个星期左右 是 练血可以尺到针统 对 你可以提一提 你可以提一提 但是 好像我刚才说 单单皮肤过敏 就不是一个原因 令到你不可以打疫苗 是的 是的 因为很多 皮肤科医生 已经发布了他们的宣言 就算皮肤过敏 依然都可以打 新冠肺炎的疫苗 没问题的 千万不要用热水 用一些 凍的毛巾 或者一些凍的 所谓凍的冰 放在sip lock 那里 用判毛巾包住 这样敷 就会很舒服的了 如果有红肿的 你就可以继续 用这个方法去做 如果真的红肿得很厉害的 你可以塗些药膏 塗些什么药膏 你可以在柜台 买到那些 所谓止氧膏 是做cortisone 1% 1% 你可以塗 如果你不知道 买什么药膏 你可以问你的家庭医生 我认为他很乐意 是写一支药膏给你的 如果痛的 你可以吃tainanol 如果不痛的 你连tainanol也不用吃 就这样 冰敷一下 用凉的毛巾敷一下 手部 肩膀的运动 都要做一点 不要完全不动 有些病人觉得 打完针真的不要动它 千万不要动 其实 刚刚相反 动一点 放松肌肉 会比较好一点 我通常都是这样建议我的病人